九頭郵局在民國八十九年現見萬港 不過隨著地方人口的政家 郵局的空間不夠使用 還在家中旧郵局沒有提供無障礙的設施 所以今年郵局決定說要拔牌更大給沒有 也算在今天記性到九頭郵局的拔牌煎菜店裡 要請地圈這麼多位貴賓和社區貴賓作回動囉 不得向郵頭市區今天是流的滾滾 因為郵頭郵局今天去近半千點裡 要提供近須時盡快的環境給我貴賓鄉親 請到節 林國八十九年的時候因為這裡民眾的需要 我們在八十九年設這個郵局來給大家服務 六天以後這裡人口大量的政家 從這個郵的郵頭郵局 空間越來越小 剛才我們出租苦選時 剛才這裡有設施地繼續我們去各國 我們從今天旁邊來這裡新的住 都在服務旁邊才剛才 十六年五個月到十三天 今天由到為定的幾邊前來祝福 郵局是百年的老店 在台灣在農業時代 辦公室和土地 讓我們遜充的心情 祝福的郵局 和我們正在頭 可以說 密切的關係 我們今天看到這個政策 非常明亮 空間也非常地好 非常地大 祝福 可以增加靈活 來服務認證 除了我們郵頭郵局來這裡建立美好 對我們北五川的服務 都對到我們郵頭郵局的服務的態度 非常地親切 大家都在樓下非常地好的印象 今天你看到我們千里的 我們隔壁郵局的部分 設計蘇拉大廳的 可能蘇拉大廳的服務 一定更加好 我們的郵局現在 不論是存款 要是說 塑寫的地方 做得也非常地好 今天我也希望 很多機關可以來我們北亞徵 是可以來發展我們北亞徵 因為人口增加 既的郵局空間不夠適用 所以忽然郵局這麼快要前走 現在新年郵局台郵四十平左右 有一樓跟二樓會當使用 也歡迎鄉親多多利用 記者觀眾朋友,彩虹不得